近日中国就要恢复通关 大家都预计有大量的中国旅客 会去其他国家旅游、探亲、商业活动 重新是一个过关的復偿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针对中国的旅客实施入境的管制 在很多国家说 比如说中国入境的旅客 就要做核心检测 这个其实不单止是美国 其实美国的盟友 日本也是呼应的 安田文雄 就是带头限制中国的旅客 入境的时候有些措施 然后意大利、加拿大等等国家 也有跟随的 其实我们在分析这个事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也是有反应的 因为毛宁就说 其实我们这个经济 今次经济復常 通关恢复 其实部分国家 对中国进行入境管控 这一件事 其实中方是不会保持沉默的 近日 国家对中国的旅客 采取入境限制措施 中国认为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是接受的 中方将会试图 对于这些国家 进行相应的 或者对等的 反制措施 中方已经是 对于美日为首的 一些国家的无端打压 将会隐瞒可忍 以及以牙还牙 当中方宣布 这些对等的反制措施 之后 美国有反应 他的白宫的 新闻秘书 皮埃尔公开指责中方 他说中方是不应该 采取报复的 他还大言不惭地说 美国和其他国家 对中国实施入境限制 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 美国的意思就是 他怕中国的旅客 入境的时候 会带来一些病毒 传染回国内的公民 所以 就认为 所以中国 入境的旅客 就需要做核酸检测 这一点 很多人反驳 就是 其实 根本 美国 很多病毒都已经存在 如果你说中国的 旅客入境 会带来新的变种病毒 这个就说不通 实际 澳洲 有一个首席的医疗 医疗官 叫做保罗海利 澳洲政府 已经对澳洲政府提供了一份评估 证明中国旅客入境 不会对澳洲造成影响 为什么呢 他说 众所周知 现在所谓的病毒 其实中国大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病毒的毒株 是 BA5.2 和 BF7 那 这两个毒株 基本上 美国已经 爆发了 已经在流行 很久了 那 就是说 如果 中国的旅客 一旦真的感染了 这些病毒的话 其实他带的病毒株 都是这两个 而这两个 在美国 可以说 已经广泛存在了 好几个月 那 不存在 就是 中国 会带一些新的变种病毒 进去美国 反而 现在 美国本土 最近 是有机会 有另一种 变种病毒 爆发的 那这一种 就是 XBB.1.5 那 现在 有四成的 确诊数 当中 是 在美国 就是 这种新的 XBB.1.5 这个病毒株 那 那 这种 有报道 认为 它是最强的 Omicron 亚变种毒株 它是 免疫力 这个 脱途能力 是最强的 那么 现在已经迅速成为 美国新冠疫情的主流毒株 就是 占确诊数 40%以上 那 就是说呢 其实 有变种病毒株呢 基本上是美国本土 现在是爆发着 就不是 中国 而中国的 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 BA5.2 和BF7 那么 BF7呢 就传染力是比较强 那么 也都解释了 为什么呢 中国一开放了 就是 不再动态清零之后呢 一开放了 经济 经济 復常 就马上 就比较有大规模的爆发 因为呢 这个BAF7呢 就是传染力比较强 但是呢 它那个是 导致重症 和死亡的机会呢 就低很多的 那么通常呢 现在呢 比如大家 或者听到很多朋友 国内朋友都中了 甚至乎香港的朋友都很多中了 就主要是这些病毒 那么 其实呢 现在的病症主要是什么呢 可能是 你中了之后呢 头那两天呢 你检测 快速检测 都是阴性 可能第三天呢 才会是阳性 那还有呢 是开始呢 会发高烧 但是发高烧会持续呢 可能是两三天 之后就没事 然后呢 就开始咳 那咳嗽呢 可能是会维持大概 一至两星期都不顶 就是看个别的人的反应 那有些可能整个过程呢 是两个礼拜 甚至乎三个礼拜 有些呢 整个过程呢 可能只是一个礼拜 或者甚至乎四五天 那已经是 就是吃一些消炎药啊 或者吃一些中药啊 就已经可以 就是补一下肺 那样 就已经可以呢 就是和呢 充足的睡眠呢 就可以呢 比如说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之后呢 就完全是康复的 那现在这个就是BF7 这个病毒呢 在香港或者国内呢 就是传播得比较快呢 就是主要是 有些病症呢 和有些结果 那 正正就是这样呢 如果是 在 就是我们国家 为什么要现在 復常啊 为什么要让经济活动 恢复正常呢 就是因为 这个病毒 这些最普遍的病毒 已经存在了 周围都有的了 那我们是 既然这么多人都打了疫苗呢 基本上呢 如果真的中了这两个呢 就是 BA.5.2 和BF.7呢 都不用太担心呢 会变成重症 甚至乎是死亡的 那所以 就是为什么 我们是要 陆续开放回 因为这两个呢 基本上 是 廣泛存在 就是世界各地的 美国当然啦 一早已经中了 德国也是的 那有数字说呢 德国其实呢 就几个月前呢 已经是中了 BA.5 和BA.7 那有些就是 中了 BQ.1.1 都是这些变种来的 那就是这几个变种呢 基本上 这几个变种呢 这几个病毒呢 基本上 存在了 在欧美的国家很普遍的 那所以呢 就是 即使现在 中国啊 或者香港的 居民是中了 BA.5.2 和BF.7 都不用太担心的 就是现在 普遍看到的情况 就是 通常都是 一至两个星期之后 就没事了 那如果真的中完之后 就没事了 那大家都知道 就会 那个身体呢 就会有那个抗体在了 那么 对于 这些这样的 比较普遍的毒株呢 就会是 那个反应 就是 之后呢 就变成了反而是有一个 抵抗的能力 那正正呢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为什么中国啊 或者香港啊 可以通关 中了这两只都不要紧要 很快就会康复 那也都可以呢 就是 中国是 放宽居民去其他国家 因为其他国家呢 这两只已经有了很久 那正正呢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 那个背景是这样 那但是现在 美国呢 就是 恶人先告状 那 那 就 就 其实 它本身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根本它现在国内就是 爆那只XBB.1.5 才是大件事 就是 会是比较 强的 那 所以 现在 反而呢 如果中国的旅客 去美国呢 反而就要更加 小心 可能也要戴着口罩 防止感染到 美国现在爆那只XBB.1.1 那 就 美方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他那个是白宫发言人 在那里胡说之外 就说 中国不准 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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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复 那 那 就是 中国当然是不会理他 如果真的要 中国人民 入境美国 需要 核心检测 那 美国来到中国 都要核心检测 做回双等的 补复措施 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另外有说 普莱斯就说 中方 就用另一个藉口 中方在分享疫情方面的讯息 是缺乏透明度 要求中方提供更加多相关信息 那另外 世卫 总共史 谭德塞 又是变了美国的后舌 那和美国一唱一和 那他就说 中国要提供更加多数据 事实上 其实中国和世卫 根本一直都有相当紧密的沟通 在过去三年 有超过60次的技术交流 在分享病毒基因数据方面 也是非常积极的 也是非常配合的 所以中国在国际上 就算是 和世卫是非常合作的 那现在呢 反而 世卫和谭德塞 都帮美国口 就说中国的 分享疫情方面的数据不够 那这方面 根本是自打嘴巴的 那 所以 所以 中国国家部发言人 无铃都说 你说用这几个理由 有些 用这个保护公文 或者是 用这个 不够透明度 或者是 这个数据不够方便 这几个 这几个藉口去 再是这样 用这些藉口去针对中国 就绝对是 不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 已经不开始跟美国这样做 譬如说 东南加方面 是 加普寨 马来西亚 泰国 澳洲 也根本是 都欢迎中国的游客前往的 澳洲 澳洲 应该都是 应该 如果没有记错 澳洲 也是 没事的 日本 日本去年12月底 有限飞令 12月30日开始 香港去的航班 只能在四个机场降落 包括成田 关西 雨田 和明古屋 这时候 会影响到很多航班 影响到 六万名乘客 还有250班的离港航班 将会受到影响 那 就变成了 譬如 香港人常去的 北海道 集房机场 都不能降落 由于牵涉泰港 日本终于近日也改口 他说在1月4日改口 1月8日起 香港前往日本机场的 在客行班 可以使用更多机场 可以使用新千岁机场 雨田机场 名古屋中部 成田 福岗 关西 拿霸 即是多了 譬如 北海道的新千岁 所以这方面 日本是有少少放宽 但大致上 日本也是想跟美国 但影响太大 所以就减少少限制 增加机场 这个就是 针对 美国针对中国旅客入境管控 中国的反制一个近况 第二个题目 就是讲讲欧洲的国家 现在经济复尚 欧洲的国家 究竟经济情况是怎样 原来 有两个国家 仍然有两点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中国 中国经济正在反弹 预计去年 202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 超过120万亿人民币 再创历史新高 如果换算美金 大概是18万亿美金 进一步逼近美国 这图可以看到 过去那么多年 这个浅蓝色就是美国的GDP总量 而橙色就是中国的总量 从1990年开始 当时美国是多过中国很多 然后中国一直增加 到现在已经逐渐追上美国了 中国的GDP总量大概是美国的80% 接近80% 也有人预计 迟早 美国的GDP总量 就会被中国追上了 那么现在 2022年来说 现在预计是超过120万亿人民币 就是进一步逼近美国 那么 由于疫情关系 那个增速 我们中国的GDP增速 大概是3%左右 不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柱缸就在前面 因为呢 2022年最后一个月 我们已经开始 很多地方已经復常了 经济復常了 那么 也看到有些投资银行 经济增长的预测 比如2023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高盛就由4.5% 提高到5.2% 那么 瑞银呢 就由4.5%提高到4.9% 大摩就是 大摩还最高 他认为中国 2023年的GDP增长 是有5.4% 那么 那么 有可能 就是2023年 全球的经济 增长量点 依然都是中国 无论量 或者 百分比 都依然是中国 但是 IMF预测 其他地方 有三分一的国家 将会陷入经济衰退 所以全球经济 今年2023年的增长 只是2%左右 但是 刚才我所说 例如高盛 大摩等等 的投行 预计 今年中国的GDP增长 可以是有 4.9%至5.4% 相比 IMF 预测全球 只有2%的增长 很明显 中国将会继续 在今年 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 主要的火车头 之一 那么 亦都是再一步 追近美国 另一个两点 亚洲的两点 竟然是什么呢 原来是越南 越南 就是亚洲GDP 去年是增速最高的国家 增速达到8.02% 是创下1997年以来最高 即是20 25年以来最高 24年 25年以来最高 那么 主要就是 越南的外贸 中国的增长很快 另外就是外商投资 也增加得很快 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 是达到 去年达到224亿美金 同比增长了13.5% 即是比2021年增加13.5% 越南的外资 的投资主要是来自什么呢 主要来自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中国 另外香港 和台湾也是有的 另外 除了直接投资之外 越南的进出口总额 也再创历史新高 去年货物的进出口总额 达到7,325亿美金 是比2021年增长9.5% 这个就是越南的亮点 应该都是 越南的 首先就是 供应链方面 是继续发展 也有不少企业 去越南开创 这个将会是 跟中国的哪些地区 有直接的竞争 就是中国的河南 和四川 那就是 这个是比较劳动 密集型的地区 面对越南的竞争会更大 但是其他 中国的城市 面对越南的竞争 是没有那么大 但是无论如何 即使 越南的竞争是大 但是 相比中国的 那个 经济的 尺寸也是很小的 越南是超越了 叫做超越了深圳的GDP 但是 跟中国全国比较 越南还是很小的 所以 对整体中国的供应链 都影响不大 但是 中国当然自己是 继续自强不息 需要在 技术上 科技上 继续提高水准 不要再做 那么多低端的 工业产品 反而是向高端方面发展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柱缸就在前头 2023年的中国 必将不同 我们出口方面 是一般的 因为 估计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 特别是欧美国家 可能会陷入经济水队 即是今年 但是 我们还有一样 就是我们三头马车 我们还可以靠内部消费 内循环 另外就是 投资方面 直接投资方面 也可以继续 带动我们经济增长 这个就是 亚洲方面 最新的GDP的增长发展 那两点就是 中国和越南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 新节目 十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十分钟 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瀏覽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